你知道房子为什么不能建在弯路内吗? 因为据风水先生所讲,房子建在弯路的内侧,弯路行似连道,内侧乃是收割的禁地。 我前老板就因为这事,差一点就家破人亡,这件事发生在好多年前。 那时我在一家饭店上班,老板名叫杨大胆,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青年创业者。 那年他攒了一笔钱,在郊区买了一栋一百平大别墅,重新装修之后, 就带着怀孕的老婆住了进去,眼看家里的日子越来越红黄,夫妻俩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 那天傍晚,杨大胆趁老婆吃晚饭的空挡,回原来住的房子里拿些东西,等他回来时,天都快黑了。 走到门口,杨大胆看到一个老头,正在他家门口打转,他有些奇怪,便上前打了个招呼。 你好,你有事吗? 老头看了一眼,杨大胆随后问他, 小伙子,你是住这里吗? 杨大胆有些不明,所以只能一直点头,谁知那老头听后,直接指着房子说, 这房子风水不好,住久了会出事的。 杨大胆一听这话,心动就暗自发笑, 什么事到了,还这样胡说八道,你最好离我家远点,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 说完就回了家,见杨大胆无视他的话,那老头也没再多说,转身走了。 杨大胆回到家之后,跟他老婆有说有笑的吃起了晚饭,根本没把老头的话放在心上。 不料当天晚上杨大胆的老婆就出事了,一开始是肚子有些疼,俩人都以为是最近搬家累着了,可没想到后来竟然见红了。 这可把杨大胆吓坏了,急忙带老婆去了医院,可最终老婆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保住,这让满心欢喜,等着当爸爸的杨大胆就像被雷劈了一样。 痛苦的呆立在原地不知所措,因为流产,他老婆的身体也变得十分虚弱。 杨大胆只能强打起精神,照料好自己的妻子可倒霉的事情还没完,或许是既要忙公司的事情又要照顾生病的妻子,导致他那段时间精神状态很不好。 一次开车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,车被撞得完全报废,人也受了重伤,在医院躺了一个月才出院,就在他在家养病的时候,事情才出现了转机。 那天躺床上的杨大胆无意间透过窗户,看到那个老头又在自家门外转悠,联想起最近家里发生的事情,杨大胆暗暗对老头上次说的话起了疑心,于是他隔着窗户将老人请到了家里,等老人进来后,杨大壮先诚恳地跟老人道了歉,说 自己不懂事,上次冒犯了老先生,求老先生给出个主意,只要能结束恶月,我花多少钱都行。 可老人接下来的话让杨大胆大惊失色,他根本没提钱的事,直接开场布公地把房子的问题一一说了一遍,老人说 这房子建在一个大拐弯的里面,按风水学所讲,这是个镰刀煞的地势,把房子建在镰刀的刀刃上,住在里面的人还能有好吗? 杨大胆听后吓坏了,赶紧求老人给想个解决的办法, 而老人毫不避讳,直接给杨大胆出了几个主意,只是他也不确定是不是百分百有效,后来听说杨大胆不敢冒险,没多久就把房子给卖了。